Ready 志冠集團旗下之樂堂網路股 在經過長達4年的自主研發 投入超過新台幣4億5000萬元的研發成本 首播兩款自製遊戲 大月傳奇Online 與飄渺之旅Online 終於開發完成 並於日前宣布兩款遊戲 進軍東南亞市場 分別由泰國AsiaSoft公司 取得大月傳奇Online 在越南地區之代理營運權 以及馬來西亞GM5公司取得 飄渺之旅 在新加坡、馬來西亞、 文萊三地之代理營運權 而志冠集團董事長王俊博表示 今年志冠集團的主要目標 大步走出去影響全世界 東南亞是僅次於中國大陸 成長速度全球第二高的新興市場 志冠集團積極富居東南亞發展 也將陸續開花結果 而大月傳奇Online 是以越南文化為題材創作 初期會先在東南亞市場營運 融入了神怪風格與陰陽五行概念 符合當地市場的口味 至於飄渺之旅Online 則與中國網路三大奇書之首 讀者超過一億人的飄渺之旅為題材創作 使用志樂堂最新研發的3D引擎 研發團隊有信心 飄渺之旅Online的表現 將會創造國產遊戲的全新里程碑 在9月先登陸中國市場後 預計2011年第二季會引進台灣 今年東京電玩展9月16日到9月19日 將在日本東京千葉海濱木章國際展覽館盛大舉行 因為適逢東京電玩展第20屆的舉辦 除了日本遊戲廠商大張旗鼓準備參展之外 台灣廠商也不可以小看喔 今年東京電玩展在外貌協會的協助下 將有包含遊戲橘子、樂神科技、玉泉國際、雷爵網絡、雷金科技、傳奇網路、美加深店、運龍科技等台灣廠商參展 其中遊戲橘子就將在東京電玩展公布8款自製開發的全新遊戲 而超過70個展出攤位 讓遊戲橘子展出規模是整個東京電玩展的前5大廠商 透過這些參展廠商的努力 也能展現台灣廠商在遊戲研發的實力 另外電玩宅蘇沛也會派員前往今年東京電玩展採訪 並帶回第一手的現場即時消息 也請玩家們別錯過電玩宅蘇沛精彩的 2010東京電玩展專題報導喔 遊戲新幹線宣布中國最大的線上遊戲公司盛大遊戲攜手合作 將盛大遊戲旗下的金庫遊戲公司 歷時三年浩資一億元人民幣所開發的全新3D線上遊戲 《Magic War 2》引進台灣 將帶給玩家國際級的線上遊戲巨作 《Magic War》在中國市場的名稱為《魔界》 是以中國奇幻史詩為主的線上遊戲 而《Magic War 2》更延續一代作品的龐大世界觀 導入了四大職業系統 32種轉職體系等等 加上最新研發的3D引擎 以及主打自由PK對戰、團隊合作等特色 將帶給玩家全新的遊戲震撼 《Magic War 2》預計今年9月 先在中國大陸進行封測 預計2011年會跟台灣玩家見面 曾位動畫藍龍、家庭教師Reborn 演唱過許多歌曲的日本J-POP、新生代美少女、Mizuka 以及演唱過草莓狂熱等知名動漫歌手美香Aki 週末舉辦一場小型演唱會議 吸引不少動漫迷熱情捧場 兩位美女歌手不但演唱多首成名歌曲 讓現場粉絲聽得如癡如醉 採訪當中兩位歌手也唱談成為歌手的心路歷程 對演唱會的期許以及未來的計畫和目標 並希望在這次的演唱會 能夠讓台灣歌迷不只是聽 也能從心來感受到演唱會的動感 電玩宅素沛也會在整理相關內容之後 盡快為大家呈現詳細訪問的內容 還請大家多多注意我們接下來的新聞喔 萬彈感冒功將於11月11日發售的 西龍珠迅猛炸裂2日前公布遊戲預約特點 附贈一本以當年紅白雞遊戲 西龍珠賽亞人滅絕計畫為題材 改編的全彩遊戲設定資料集 替即將重新上檔的西龍珠 超賽亞人滅絕計畫動畫來暖身 西龍珠迅猛炸裂2延續前代作品的玩法 以細膩的3D賽露露卡通風格 呈現如同卡通般的質感 再加上登場人物超過100位 網絡了歷代西龍珠中曾出現的動畫、漫畫、電影等 作品曾出現的人物 堪稱是西龍珠遊戲的史上之最 能化身超強的漫畫人物 進行360度的空間大亂鬥 而且戰鬥過程還能破壞周圍的場景 隨著戰鬥的過程 讓周圍建築物被打個稀巴爛 感覺超過癮的啦 史克維爾愛妮克斯在今年一三展曾宣布 將代理由美國Gast Power Games 公司所開發的動作角色扮演遊戲 《末日圍城》系列新作 《末日圍城》3 如今公布最新遊戲畫面 《末日圍城》系列原本由微軟發行 但如今改由史克維爾愛妮克斯發行 並且更強調遊戲的風格 能讓玩家四人組隊一起冒險 而遊戲以斜上45度角的方式進行 頗有暗黑破壞神系列的感覺 但卻更強調每種職業的特色 以及相互搭配連續攻擊的默契 希望能夠透過連線組隊 加強動作要素的方式 賦予《末日圍城3》全新的生命 《末日圍城3》預計2011年初登場 美商一店招牌賽車遊戲極速快感系列 推出至今已經十多年了 而最新作極速快感超熱力追氣 將在今年11月推出 並回歸到原系列最受歡迎的警匪追逐類型 玩家能選擇扮演警察或歹徒 駕駛著超級跑車在公路上極速狂奔 而遊戲也將可出限量版 免費附贈六款世界最快的車輛 玩家在打開遊戲的那一刻 就可以假日這些車輛參賽或追氣朋友 另外極速快感超熱力追氣的核心 是飆車日誌的創新網路平台 能夠追蹤警察和車手的表現 並利用統計資料 讓好友之間產生激烈競爭 動態的改變玩家進行遊戲的方式 擁有了這些公路上最快的車輛 玩家們可以挑戰他們的朋友 打破他們的時間紀錄 拿他人的失敗當作自己的快樂